很多人以为埃隆·马斯克是和马云一样的商人 但是马斯克可不是什么简单的生意人 其实他是征服了商业界的科学家 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发明家 所有我们知道的成功人士 比如巴菲特、李嘉诚、马云、比尔盖兹 他们都只是有远见的商人 他们玩的是资本 他们很少参与公司的制作团队 但是马斯克不只是SpaceX和特斯拉的CEO 还是两个公司的总工程师 而且每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 把80%的时间都放在工程和设计上 而不是放在营销和社交媒体上 我们传统的教育强调 要想成功 一定要专注于某一个领域 但是马斯克打破了这一规则 因为他现在从事的领域 涉及到了火箭科学 工程、建筑、隧道、物理学 人工智能以及太阳能和能源领域等 男烟儿将类似他这样的人 称为现代多面手 一遵循五小时法则 每周至少投入五个小时 在学习上 二广泛学习许多不同领域的知识 三、了解连接这些领域的深层原则和思维模型 四、将这些思维模型应用到自己的核心专业领域 今天就分享一下马斯克是如何透过他极强的学习能力 和他的思考方式 让他从一个写代码的人 到创造比NASA更牛的火箭 再到现在人人认为最接近神的人 阅读海量书籍 保持终身学习 马斯克对阅读有着极高的兴趣 和一天会读五百页书的巴菲特一样 马斯克绝对称得上是一个阅读狂人 据说当他还是小学生的时候 他就每天会花十个小时看书 学生时代 他就像一块海绵一样 开始如鸡四可地 吸收大英百科全书和图书馆里的所有东西 甚至还会向图书馆管理员抱怨 为什么不多购入一些新书 打开APP查看高清大图 马斯克对知识和学习的狂热 让他能够在三天内 完成本应六个月完成的 Bossy C语言课程 他最喜欢的书是银河系漫游指南 因为这本书教会了他非常重要的一点 比解决问题更难的是提出问题 马斯克自己也承认 从小保持阅读习惯 是他后来所有疯狂想法的底气来源 投身在充满优秀人才的环境 孔子佳宇六本中有这样一句话 与善人居如入知蓝之势 久而不闻其香 及语之话已以此事说 和品行优良的人交往 就好像进入了百满兰花的房间 久而久之就闻不到兰花的香味了 因为自己已经和香味融为一体 良好的环境和氛围 对人的成长至关重要 虽然马斯克不一定读过孔子 但他绝对深谙其中的道理 为了创建SpaceX 马斯克从硅谷搬去了洛杉矶 把NASA的科学家都拉去给SpaceX当顾问 有一位雇员曾经发出感叹 马斯克会一直向你提问 直到他了解你所知道的90% 当你发现他是在向你偷师的时候 他已经学会了 他一直在和最优秀的人合作 每个在特斯拉和SpaceX工作的高管 不仅要在某一领域是专家 还必须了解每个零件的作用和工程管理知识 面对更优秀的人 我们只需要不停地从他们身上挖掘经验 吸取能量 最终让自己提升一个档次 牵移学习超能力 据马斯克的弟弟Kimbo Musk说 从十几岁开始 马斯克每天会读完两本不同学科的书 可能有点夸张 这样说来 如果你一个月读一本书 马斯克读的书是你的60倍 马斯克还擅长一种非常特殊的学习方式 而大多数其他人根本不知道牵移学习 牵移学习就是把我们在一个情境中学习到的东西 应用到另一个情境中 它可以是将我们在学校或著本上所学到的知识内核 应用到现实世界中 也可以是把我们在一个行业学到的东西 应用到另一个行业 这是马斯克的最不一样的地方 而他有一套独特的两步法来促进这种牵移学习 他将知识解构为基本原理和思维模型 第一性原理 马斯克曾在Reddit AMA上回答 描述了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重要的是要把知识看成是一种语艺术 在你进入叶子细节之前 要确保你理解基本原则 即树干或大树枝 否则他们就不值得去耗费时间研究表明 将知识转化为更深层的 抽象的思维模型有利于转移学习 而有一种方法对帮助人们直观了解潜在的思维模型特别有利 这种方法叫做对比法 假设你想了解字母A并了解更深层次的原理 是什么让A成为一个A 那么你可以这么来做 方法一看不同类型的A 方法二看大量同样类型的A 你觉得哪种方法会比较好 答案显然是方法一 方法一中的每一个不同的A 都能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彼此之间的相同与不同 而方法二不能给我们任何启示 当我们学习任何东西的时候 通过观察大量不同的案例 我们的直觉能告诉你哪些是最核心的东西 甚至你能打造自己独特的组合 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意味着什么 当我们要跳入一个新的领域时 我们不应该只采取一种方法或是所谓的最佳实践 我们应该探索很多不同的方法 并解构每一种方法 然后对它们进行比较和对比 这将帮助我们发现其基本原则 正是第一性原理的思维模式 让马斯克在新能源汽车 清洁能源 航空航天等领域 解决了很多看似不能解决的问题 取得了颠覆性的创新 电影教父中有这样一段台词 花一秒钟就看透事物本质的人 和花一辈子都看不清事物本质的人 注定是截然不同的命运 在复杂的世界里 掌握了第一性原理 就能帮助我们在处理复杂问题时 快速拨开迷雾 直达问题的本质与核心 找到最高效的解决方法 创造性思维和跨学科应用 马斯克鼓励创造性思维和跨学科的应用 他认为创新的关键在于将不同领域的知识 和概念结合起来 找到新的解决方案 他善于将物理学 工程学 计算机科学等不同领域的原理和技术 融入到他的企业和项目中 他追求跨学科的综合性思维 并相信这种方法 可以产生最有影响力的创新 他注重技术创新和可持续性 致力于开发出高性能 长续航里程和安全可靠的电动汽车 他的团队应用了先进的电池技术 自动驾驶系统和智能化的设计 打破了传统汽车行业的束缚 推动了电动汽车市场的发展 马斯克在SpaceX的创业过程中 展现了创造性思维和跨学科应用 他将物理学 工程学和计算机科学等领域的知识 融合在一起 致力于降低太空探索的成本 和提高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 他的公司太阳城 SolarSeat专注于太阳能技术的发展 将物理学 工程学和经济学等领域的知识 结合起来 解决可再生能源的技术和商业化难题 赌徒一样的性格 周密的工作安排 摆着不挠的精神 科学高效的学习方法 这些正是马斯克能缔造出一个 庞大商业帝国的武器